天氣濕冷來上一鍋火鍋最暖胃 其中最常見的食材 小白菜、青江菜 還有辣椒和甜椒 這四類農產品 在食藥署與地方政府、衛生局 共同前往六都傳統市場 以及各販售通路 抽查的80件樣品中 共有29件不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看起來他們監測的結果是 農藥殘留不到1% 那我們這一次在六都 總共採了80件的一個樣本 那檢驗出來的結果 農藥殘留比率高達36點多 所以農藥殘留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是我們六都 六都都有 這一次的抽檢報告結果 從小白菜中分別檢出普分泥和百粒普分 超過農藥殘留標準150倍及140倍 呼籲農民在使用農藥時 務必遵守使用規定避免農藥殘留 誤觸食安法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還 也提醒消費者徹底清潔再食用 這一次我們不合格的項目裡面 很多很多小白菜 新疆菜都是經過菜攤 OK 那這些所謂的我們講散裝的 或是零散的沒有經過政府 正是經過採樣合格授權的 那這些呢其實是我們這一次 在採樣上來講呢發覺比較大的問題 這一次檢驗結果不符合率偏高的樣品 大多是在菜攤散裝所販售的 消息會提醒清洗葉菜類時 特別留意葉餅內部的清潔 甚至若能去除根部葉餅食用較安全 建議消費者到超市及量飯店等 合格率較高的地點購買 才能夠吃得更安心 記者陳敏倫 台北報